早安新唐人要帶您看到國際財經焦點 美國聯準會結束兩天利率政策立會 在台灣時間今天凌晨2點宣布 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仍然處於0.25%到0.5%之間 一如各界所料 不過聯準會暗示 升息的機率持續增強 與調比9月立會的有所增強是更堅定 因為上星期就是美國總統選舉投票日 聯準會按兵不動 也避開了選舉不確定因素